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市场资深量价结构分析专家 精准的量价分析 扎实的基本面研究 带您解码主力动向 揭露股市天机 欢迎收听股票会说话 轮源投雇104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06号 这里是News9898新闻台 进行节目每天下午3点到4点 投资理财王 我是齐真 问候大家下午好 好 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 股票会说话 邀请到轮源投雇 杨天迪杨分析师 杨老师你好 齐真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台股在连叠了数日之后 今天呈现了大翻弹 大反攻 那么今天的指数大涨了182点 说在10836点 成价量部分是1396亿 加选指数今天涨幅0.17个百分点 OTC指数涨幅0.92个百分点 好 请教老师 今天为什么涨了呢 那么今天又涨了些什么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操作部分 是要冯膏来做一些调整吗 还是呢 有一些好的个股 我们还要再留意呢 请教咯 对 礼拜二的时候 我记得 我有跟各位报告了 我买进了华金科 有 华金科 3059的华金科 在昨天的一个的LINE上面 我也做了一个推荐 对 在昨天的华金科 那今天华金科 今天创很高 大涨 大涨 盘中最高冲到41.6 收盘也有大概4.5个百分点 好 我不是来告诉各位 我绩效有多好 因为基本上 那么 我不是要去反映这个东西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为什么我会买 礼拜二的部分 我带会员买华金科 礼拜三 我带会员加码买进夜程 对 这是本周的动作 今天的夜程上涨 那个涨了2.8个百分点 那创了短期来新高 至少创了本周的新高 那我想 这为什么是一个重点 是因为 我为什么这个礼拜才出售 上个礼拜 一直在保持观望 上上个礼拜 是调整持股 听到没有 我要你留意的是 我的动作 所以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现阶段的大盘 在我开始出手之后 果然就大涨了182点 好 今天涨的股票 我还蛮开心的 嗯 好 那 因为我的红海终于涨 是 今天终于涨了 然后这个涨了 3.36个百分点 那个叫大涨 好不好 连跌了好几天 然后呢 这个一天的长红棒 吃掉了九天 将近十天 九天 好 这九天的下跌 那基本上 鸡根长红棒 整个回来 嗯 他为什么那么厉害 不是他厉害 是卖他的人 回来买了 回来买了 就这么简单 对对 坏蛋 好 我来跟各位谈一下 这个大盘的架构 他们哦 就是高了就卖了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吗 不是 他一路卖是卖低的 红海是越打越低的 真的哦 对对 他不是逢高卖 他是因为资金要流出去 跟各位谈过 在亚洲市场里面 外资总共卖超台股2600亿 超过2600亿 卖超超过2600亿 其实是远远的这个 居于这个卖超之冠 就是整个整个亚洲 我们是卖超第一名 那我们的台股的一个 本质并没有很差 他为什么会卖那么多 因为台股比较好卖 就这么简单 他卖出去有人接 有人接 所以他比较好卖 是这个概念 所以在台股的部分 他卖超了2600亿 就今年以来卖超2600亿以上 那为什么今天他会回来 我认为他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美元指数开始下跌了 你去注意一件事情 美元指数开始下跌了 当美元指数开始下跌 说明一件事情 说明台币的贬值的状况 会开始变成升值 对吧 因为美元强台币就弱 美元弱台币就升值 所以今天的台币是升值的 目前我看到的状况是升值的 那台币升值之后 外资的第一个 外资的汇出动作就暂停了 对吧 第二个部分 会不会回头买 这就是我要强调 那如果他会回头买 他会买什么 就当初他卖什么 现在就买什么 就这么简单 其实他们也单纯吗 因为他们卖的股票 他掉下来了 如果他卖的股价没有掉下来 他未必再会买回来 这个我们就不一定说 他一定要买回来 因为他卖出去的股票 他已经掉下来 所以像是鸿海 像是台积电 不是最近都在创新低吗 对吧 对啊 所以当他卖出去的股票 他掉下来之后他回来买 他的价差上面不会损失太多嘛 好所以他一天的买 那一天的买 问题是今天一买就买 买这个接近八天的收盘价 就八天前的收盘价就在这边 所以当鸿海拉起来 台积电拉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外资回来了 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看外资 金融 今天的金融股涨幅也有 我看一下涨幅1.19个百分点 金融股外资回来了 还有树化 这个树化不是石油跟石油 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是跟谁有关 台树三宝 台树今天大涨3个百分点 然后呢南亚的部分 大涨3.2个百分点 台化的部分大涨3.4个百分点 这个不会你买 也不会我买 也不会是主力买 所以就一定是外资买 就很简单 平常有的人比较稳静的会买 不会大买 对不会 这个就长期投资人会买 所以基本上 这些股票的涨上来 包括1216的统一 我看到也大涨3.2个百分点 所以你就知道 我再看另外一档就知道 好 连中钢都涨1.9个百分点 这种股票应该不会有人买了吧 因为它的殖利率也不够高 所以基本上这些都是外资的功劳 所以今天的外资是站在买方的 所以全资股就上来了 好 从今天的大涨之后 我们来确认一件事情 今天台股大涨182点 我们成交量是多少 1400亿不到 很怪哦 今天如果外资是站在买方的 为什么1400亿不到 就很显然大多数的投资人正在看 因为 吓坏了 也不算吓坏 为什么 因为除了我带会员 唯一在这个股市这么多年的经验 应该有30年的经验 带会员唯一一次买件的叫鸿海 就这次买了 除了我买鸿海之外 大部分那个坐驾差的不会买鸿海 对 对吧 有会员在问 昨天还问我说 老师那个鸿海我们要不要换股操作 我说不用 为什么不用 不就拉货槽要出来了吗 好 所以你要注意到一点 我买的是产业的 它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后面就一定会涨上去 只是涨多涨少的问题 那这就是所谓从产业面去出发的概念 好 这就说明一件事情 下个礼拜 谁会开始涨 那些之前被外资卖到一塌糊涂的 落后的 这个基优股 会开始补涨 下礼拜会比较漂亮 加油 对 台股的部分之前都小型股的天下 是 下礼拜会先从大型股做补涨 因为外资买盘回来了 当然要跟他买多久 就要看台币 就看美元指数是不是连续性的下跌 那如果美元指数连续性的下跌的话 台币开始转贬为深 那个买力就会一直不断的进行 好的 这是一个概念 那中小型股怎么办 中小型股就一定要留意一件事情 你的位阶太高 但你的获利没有跟上来的会摔回去 会摔回去 譬如说 昨天还在创新高的张三峰 谁 张三峰叫做张军宝 是这样啊 对啊 他叫做张军宝 对 军宝6155的被动元件的 二线被动元件的军宝 在昨天创新高 对 今天 跳空跌停板 你能注意到 昨天创新高 你以为他要上去了 没有 对不起 今天跳空跌停板 好恐怖 你都发现到这个市场啊 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你以为军宝这个多头的现行排列 昨天还在创新高 我相信昨天在创新高 应该没有人会看坏他 对吧 对不起 今天跳空跌停板 好 另外呢 包含了最近还蛮强的 6127的九豪 嗯 好 那九豪 跌停板 嗯 哦 为什么九豪跌停板呢 因为九豪前五个月 还在亏损 还在亏损 那还在亏损的股票 你怎么可能追到48块呢 你就追上去了 这就是我认为市场的投资人 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涨的时候大家很开心 等到后面当买力不足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一个关键 那有些股票 它最后就是要拉回来 怎么上去怎么回来 为什么 因为股价最终将反映它的EPS 最后一定会反映回EPS 不管你多厉害 多么会拉 就好像3708的上尾头 你真的很厉害 你涨到192 如果都还没赚钱 股价要不要跌回 剩下80块 是 好 如果你理解这个状况 你就知道 哦 做股票 当然可以 在这一类的股票当中 去做它的多方趋势 但一旦它形成空方的架构 就一定要撤退 然后另外一档 叫6432的金展科 每天跳空涨停板 开盘 然后打到快跌0 快20% 很多人都在排队 去等 这个金展科 我只要排队整上去之后 就会有一只涨停板 一只两只涨停板 哪有一定 很多人都是这样 不是吗 你们在做这一类的股票 有管它基本面了吗 但是就是很吸睛 好恐怖 因为它在涨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兴奋 所以我常在讲说 这个市场存在 很多类型的投资人 没有错 有一类型的是 属于这个喜欢去追强的 我也不能说你错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 当你的趋势不对的时候 你一定要站在卖方 而且要动作好快 一定要站在卖方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 因为本来就有 不同类型的投资人 那我们 我是比较属于那个 我宁可要找基本面好的 所以当你在追均宝 在昨天创新高的时候 我宁可推荐 在LINE上面 推荐3059的华金科 对吧 那为什么推荐华金科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会推荐华金科 华金科 第一个 他虽然第一季是亏损的 但他五月份是单月份 已经转亏为盈 好那这个单月份赚了0.12 已经把第一季的亏损弥补掉 也就是说相对来讲 他跟我们的九豪不太一样 九豪是前五个月还在亏损 那华金科前五个月已经转亏为盈 第二个部分九豪的股价是喷得太高 华金科的股价并没有大涨 这是未接的问题 第三个我不知道你买那个陶瓷基板干嘛 被动元件的陶瓷基板 我不知道你买它干嘛 因为就一个就一个这个被动元件涨价 陶瓷基板有啦 有跟着有稍微涨点 那个幅度都很小好吗 那就周边 但是你就偏偏追到48块 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一个关键点 很多人在追股票的时候 大概不会留意到这个 他的一个股价到底是 他的基本面是如何 所以我想我会推荐华金科很简单 因为华金科今年四月份 跟高通合作了3D感测 而且共同开发了一个 两款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系统晶片 另外一款是物联网 另外一款这个人工智慧 AI的一个视觉智慧平台 也就是说华金科 他具有AI的概念 也具有物联网的概念 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关键 是因为他的3D感测 基本上已经开发成功 这就是我认为后面 他会有机会上来 再加上五月份的营收 创下了18个月来的新高 营收的动能上来代表 他的一个这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接单的效应 开始在增加 那接单效益增加之后 他就容易赚钱 我们做股票不是因为这个 当然是为了价差 我同意都是为了价差 但是价差的结构之下的话 你怎么样去安全的选择到好股票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听众朋友你们觉得如何呢 我说是 老师说的是 对啊 所以今天华金科早上冲上去 还以为要涨停板 对啊 没有 没有也没关系 那至少今天涨了4.5个 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一次强调 我们在推荐个股的时候 我会特别的小心 你参加杨老师 老师很用心 对 你参加杨老师的Line 我有没有天天推股票给你 没有 久久才一个 但是呢 每一道几乎都是大好菜 可是我是看准了嘛 就是我研究好之后 我才会把好的东西 跟好朋友分享 果然是听蟹座 对 听蟹座是这样吗 比较会挑眼光 真的哦 挑剔啊 真的吗 那为什么我老婆 昨天会问我一句话 挺犀利的 她又问你什么了 你们最近夫妻情趣 还蛮不赖的呀 对呀 一下子被蚊子叮 一下子什么的 她昨天问我一句话 老公老公 是 你觉得家花香 还是野花香 哎呀 这个很难回答哦 好好回答 对 怎么回答 如果是你会怎么回答 我不是啊 我自己本身是花 我根本问人家 那就是家花香 还是野花香 听众朋友你们觉得呢 都香啊 当然是家花要香嘛 对吧 好 这个这种回答 肯定是在考我嘛 所以基本上我就说 不用怀疑啊 一定是家花比较香啊 是 结果老婆 棒一巴掌打过来 嗯哼 我说为什么 我有说错吗 我老婆说 如果你没有找过野花 你怎么知道 家花是香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 泄露了马甲 所以重点是 回到股票市场啦 就是开开玩笑 好 所以我想基本上就是 台股的一个变动 我们要知道就是 我们在买的股票是什么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那不是因为你短期涨上去 我就认为你好 是 对吧 莫斯菲涨上去 我都告诉你 我已经出掉 嗯 是 对吧 我还跟你讲莫斯菲 昨天前两天吧 有一个新闻的一个消息 说莫斯菲的订单能见度 看到了第三季 我说啊 我都 我的竭力啊 之前的竭力 订单能见度都看到明年上半年 怎么看到第三季而已啊 这个简直是 看了一个 这个订单能见度 看了第三季 大家都追上去 可是呢 我告诉你 上去还是要卖 我没有讲得很清楚 有啊 我讲得很清楚 你也听得很明白 可是你不理我啊 因为那一天 因为消息面出来 那竭力还拉到 好像拉到涨停板 好 那大家会认为 哇 这个股价要上去了 要不要看一下 今天的竭力 跟你那天听到新闻的一个竭力 你没有发现到 已经开始杀回来了 好 为什么他会杀回来 原因很简单嘛 我跟你谈过了 说莫斯菲 我们的门槛会比较低一点 它跟被动元件不太一样 因为莫斯菲的门槛比较低 所以即使有涨价的题材 它也不太容易连续涨价 因为其他的厂商会开始扩产来竞争 好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这一波的竭力 如果你套到160块以上 那就真的要等很久 目前看起来已经回到了125到130块 135之间的一个整理 那这个整理在等什么 等它真正涨价之后 后面看它涨的幅度有多大 才来评断它的股价会不会再上去 所以听到没有 你们发现到做股票应该是这样做才是对的 就好像前几天大盘一直跌 我听到很多暗黑的言论 说大盘台股的大盘要崩盘了 要大跌了 要跌破一万点 我听到这么多的言论 所以要开始要做空 我听到很多的言论 但是呢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千万不要被暗黑言论来影响 台股的走势基本上应该怎么走 下半年的行情规划 我已经帮会员规划好了 你只要跟上我的脚步就行 你会发现到我做股票是有 有时序性 有顺序性的 我先买什么 后买什么 我该等待 还是该出手 这就是很重要的 如果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我整个礼拜四个交易日 我都在等待 如果那四个交易日 你跑进去买股票 那有可能赚了 但也有可能什么 大部分应该都是赔的 因为大盘一直在跌 对吧 听到没有 是不是这样 所以直到这个礼拜之后 到了礼拜二 我才开始出手买华金科 那你今天已经看到它的威力了 然后礼拜三 我才加码 把我之前的加码单 在208块出掉的加码单 然后呢 那在195块以下 把它接回来 然后这就是所谓的夜程 6456的夜程 不要忘了 我买的是加码单 我的低成本的持股 是在172块的成本 你要了解到这个概念之后 你才会知道 原来做股票要这样子 顺序的进行 而不是盲目的操作 所以我跟各位谈过 有些人看到大盘好了 他就以为股票要上去了 这个某个族群 不是大盘 当时本周的大盘 直到今天才涨 所以之前大盘在涨的 在跌的过程当中 有某个族群还蛮强 叫LED 有没有 LED的族群很强啊 比如说顶元的股价 一直在创高 一直在冲高 然后呢 大家就跑去买什么 红旗啦 东背啦 这些其他的落后普涨 甚至有人跑进去买这个经电 结果你发现到 到最后只有顶元这档个股 股价能够维持在高档 如果你因为顶元的一个涨上去 而跑进去买6168的红旗座 补涨的话 真抱歉 今天还在创新地 所以了解到这样概念之后 你就突然发现了一个关键点 原来股价不是底部起涨 底部完成的第一根就可以买 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顶元在涨什么 顶元涨的是它的转型 它已经转型到感测元件 红旗有没有转型 没有啊 今天有没有转型 没有啊 龙达有没有转型 没有啊 那你们买它干嘛 传统的LED已经被中国大陆打挂了嘛 它的报价一直在下滑 当你了解到这些状况的时候 就知道做股票没有这么简单 你可能因为短期间追到某些股票 好像还不错 但长时间累积下来 你会发现你的做法绝对是不对的 所以我欢迎各位跟上我的一个脚步 那我说过下半年行情 我已经帮会员规划好 那至少你先加入我的Lite Aid的群组 我们之前推荐的夜程 我相信你的成本也降到了一百七十几 一百八以下了 对吧 你参与除息九块钱 同样的 之前介绍的华星科还记得吗 我华星科在今天要创新高了 是 好 那但是二线的被动元件摔死了 还好老师一路坚持没有卖 对 华星科叠下来的时候 还有人问我说 老师那华星科是不是走完了 老师常常分享 对 你自己自己看有没有走完 他是不是推回去 所以我想华星科当时我在Lite Aid推荐 就今年三月份 我在推荐的时候 也只有九十几块 真的 现在已经三百四十块了 老师我也哭失 四百二十块了 我也哭失了好几条整巾 不用哭失 你只要有我的电话就行了 所以你只要我的Lite Aid就行了 所以当时有推荐 所以我想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的 最优质的Lite Aid群组 下半年的行情 我帮你规划好 那加入我的投资行列 我在适当的时机 我会带你出手 好 谢谢老师的分享 在操作的时候 就像老师说的 有各种不同的性格的人 用不同的方法在赚钱 那么其实都是可行的 可是杨老师坚持的 就是选择好的个股 而且针对于他未来的产业 非常的看重 才很仔细的 才出手的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 想要拥有老师的Lite 欢迎您直接搜寻加入 时间关系访问也建议到这里 感谢轮延投顾杨天迪 杨老师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其真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杨老师的Lite ID 就是小老鼠FU8899 小老鼠FU8899 而认同老师的操作 再来电咨询 工商服务的电话是 0223219933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股票巨富 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 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信投资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资 新字第026号 好的 欢迎听朋友 持续锁定我们第二个单元 股市战将 邀请到的是市场当中的 资深分析师 华信投资林和彦总顾问 和彦老师你好 嗨 其真好 大家好 我是林和彦 好的 在我们周五 今天的台股呈现了一个 大复活 大反攻 王子复仇季 今天是大涨了182点 今天的大涨终于让我们 好像觉得松了一口气 因为比较多的投资朋友 习惯做多 是这个角度的关系 好 那么当然 近期呢 已经连叠了三周 那么周线的部分 就呈现了一个黑黑黑 那可是 今天呢 这样子的一个反弹 老师就叫做反弹吗 还有呢 我们今天盘面上有哪些重点 接下来怎么看呢 请教了 好的 今天涨182点 很好 很好 今天是全面性的 对 今天是全面性的反攻 但很好啊 因为涨上来之后 你持股多的人 你就有机会 找比较好的价格 来做撤退 那像我们在做放空 我昨天就讲了嘛 我也不想追太低啊 所以昨天跌46点 我也没有空啊 因为我个性 我的个性比较保守 我经常会把风险 摆在第一位 当行情涨高的时候 我不会想要追 压下来 趋势没变 我就会去捡便宜货 那我在放空的时候 我都是以拉高空 拉高空 你杀低的时候 我不会去动的 所以昨天跌46点 我就说了 我在等反弹再空 今天真的反弹了哦 那今天弹上来 很好啊 下礼拜我们就 有很好的机会点 可以逢高来做放空了 那放空学习赢 这是一个很好 让你学习的机会 我现在总共手中 有12档股票 都是业绩很烂 然后股价5、60 也有7、80的 有的还是呈现亏损的 营运亏损的 正好利用这两天的反弹 要放空 我们从高点来空下去 这样能够赚更多 因为你追空低 成本低 赚的会比较少 那反弹上来 我们空高一点 利润会来得更好一些 懂 你看今天涨182点 我之前放空的阳明光 三五零四阳明光 阳明光今天又破底 今天103元 我们从150元空的 刚好一个礼拜 今天来到103 32% 我看这个还没完 大盘涨了182点 他给你只剩一口而已 很弱 那为什么它会那么弱 所以我说我喜欢做两个极端 做多我会买底部的基优股 业绩很好的 股价跌很深的 那既然都跌很深了 又有基本面当靠山 它再跌就有限 所以我买底部基优股 它就抗跌 一下涨 如果涨起来的话 3% 4% 5% 经常都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放空 我专门空弄 业绩很烂 那因为人为因素 把股价给拉高 那等到阻力跑掉之后 你把它空下去 怎么上就怎么下 你看我空阳明光 阳明光 我跟大家讲过 连续两年都赔钱 105年赔1块7 106年赔1块3 今年第一季也是只有0.04 那这样的业绩 你把人家炒到169 太over了 太超级了 你炒到780就算了 炒到169 所以本来就一直在盯这支股票 等我确认主力跑掉了 一板弹我们150就空下去了 那现在来到103 今天最低103 以一家赔钱的公司 103还是太贵了 你知道阳明光 他对几个人起起来 你知道吗 23块 连赔两年 股价跌掉23块钱 然后把人家炒到169 那炒到169 你业绩也没上来啊 业绩一样烂啊 所以怎么上怎么下 跌的跌的 会不会又跌回到20几块钱 不要说不可能哦 一家亏钱的公司 如果盈域没有办法改善的话 那重新回到起张点 20几块钱 也都很正常的嘛 对不对 所以最喜欢找那种 业绩很烂 然后人为因素炒高的个股 那到时候空下去 要谈都很难谈 今天阳明光也谈不起来 所以我说我喜欢做两个极端 你可以试着 用这样方法 你如果觉得说 林特厌这样的观念 不错 买底部基优股 风险小利润大 空弄业绩烂的 涨太高的 也是风险小利润大 你如果觉得这样方式不错的话 那你不妨 学习一样用我这样方法 一起来做投资 效果都不错的 你看见另外一档 6127的9毫 9毫在我那40档地雷股里面 也名列其中啊 9毫间跌停板 大半起180几点 它竟然跌停板 那为什么跌停板 大盘这么好 它为什么跌停板 因为之前涨太多了 涨太多 依目前的交易法规 你知道涨幅超过某个%数 比如说一个礼拜涨超过多少% 一个月累积涨超过多少% 交易所会要求你发布你的财报 看到底你是真的有那么好的基本面 还是只是碰烘的 结果9毫昨天发布财报的结果 4月跟5月 两个的加起来 EPS 多少你知道吗 0.04 连这家人就没有 连一毛钱都没有 0.04 所以碰烘 被要求发布财报之后 今天开盘开D 直接就灌杀到跌停板去了 那9毫其实它业绩不好 也是有脉络可循的 去年只有0.03 今年第一季 扩大亏损0.15 产品毛利率 从去年的27% 每一季都在降 降到第一季 只剩下19% 第一季的19%毛利 是历年来最低的毛利 也就是说 它的产品利润最低的时候 那当产品利润最低 获利最差 你股价突然间 都差到这么高 对 突然间股价从20块 一下子 都挥到49块 这个就人为因素嘛 那等到 整个谎言被戳破了 你就消风起了嘛 所以最喜欢早中股票 所以9毫 下礼拜如果有拉伸上来 后礼拜有拉伸起来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放空的机会点 你看3374的 这次放空 我第一次讲的 就是精彩 我精彩讲的时候 是在71块钱 公完后 够回到妈妈上跌停板 然后就一路跌 昨天最低来到57块2 今天精彩上来咯 今天精彩起来5% 我看了好高兴 因为有上来 我们就有机会再空 对不对 精彩为什么第一档放空 我就讲他 精彩连赔两年 105年亏损2.36元 106年亏损2.71元 今年第一季又赔0.63元 那5月份的时候 因为公司提列了资产亏损 光是第二季 资产亏损就3.55元 就赔了3.55元 那再加上本业的亏损 反正第二季 以后要4块钱 光是第二季 可能会赔4块钱 那这样全年 起码5块走不起 全年亏损 至少半个股本 跑不掉 一年赔半个股本 股价还六十几块 这等到它空就好了 下礼拜一干起来 都来到我的空点 都要扛下去 那种股票 该回到哪里 就该回到哪里 你知道精彩队几块起来吗 20 从20上来的 那会不会再回到20元 我觉得机会也是 蛮大的 在股票市场 你不要说不可能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 尤其当它没有基本面的时候 所以放空学习营 今天大涨 我看得好高兴 我们昨天忍住了 在大盘跌46点的时候 有些会问我说 老师要不要追空 我说我不喜欢追 尤其现在正好在 连线保卫站的时候 我们稍微喝一下 如果连线守住的话 正好弹上来 我们对上面来 那今天 涨上来182了 下礼拜 就是一个好机会 所以放空学习营 想要学习放空的 这是一个好机会 快来找我 我有12机 有12档 业绩很烂的 股价四五十六七十的 甚至还有营运亏损的 多后一星期 刚好就死机 放空学习营 想要学习放空的 快来找我 昨天美国股市 已经在反弹了 道琼昨天涨98点 NASDAQ昨天涨了0.79% 费城半导体涨了0.86% 今天道琼电子盘 也涨了109点 昨天我在节目里面 有跟大家报告过 我说美国的众议院 400票比2票 通过了一个 外国投资风险审查 现代化的法案 那这个法案的用意 就是希望能够由 立法机构 来成立一个法案 给行政单位 有那个法源可循 来执行一些审查 投资美国公司 或者专利部分的一个事项 那在目前川普跟习近平 斗得这么厉害 剑拔弩张的时候 立法机构愿意出来 做这个法案 我想很明显是为了冲突 讲文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给了 那既然立法机构 已经出面 希望两个 坐来讲 不要弄得弄得弄得弄 两个都六十几岁了 然后头上都在冒烟 这样也不好 等一下 有时候年纪大之后 头上过热 如果出问题也不好 身体不好 那既然立法机构 已经出来降温踩刹车了 所以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出现回升 那今天大陆股市 也出现大涨 上升A股 今天涨了1.6% 深圳A股 今天更大涨到快3% 因为大陆股市 最近一直跌 一直破底 一直破底 破到 你如果不急 真的我也想看笑话 如果大陆股市 他不再救股的话 他不敢再救股市的话 那真的会出事 果然间就出现 强力的护盘动作 那台湾夹在这两墙之间 坦白说 我们是很为难 因为我们夹在 两墙之间的时候 在夹缸中的人 你把这块赔给金 尤其反应要够快 对于这些政治性的话题 你的敏锐度要够高 可是你要记得 这个事情如果当还没有出现 最大公约数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条件 的情况的话 事情其实没那么快结束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 今天台北股市一涨 欧美股市一涨 大陆股市一涨 整个事情就结束了 没那么快 这个只是一个缓冲而已 所以接下来的整个政治的攻防 你一定要注意 这次台北股市涨到6月7号 来到11261点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过 涨到第25天了 起那堆25天 不要再堆了 赶快逢高卖股票 我一路卖股票 卖完之后再放空下来 这样做就对了 这样做就对了 今天涨182点 很多人一定想说 应该跌完了 年限又守住了 好棒棒 你好棒棒 你要知道现在跌到第几天 如果25天还没有跌完 当时间还没走完之前 任何的低点 都有可能再继续破 你知道从6月7号到今天 已经跌到第几天了吗 正好第13天 也就是说刚好一半而已 正好时间才刚过半而已 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今天涨182点 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做空的也很高兴 手中有股票也很高兴 那当接大欢喜的时候 下礼拜年的操作 就不要再做错了 是 我们礼拜六 全套技术分析课程开课 这几天有很多人 打电话进来报名 还没报名的 利用今天的时间 打电话进来了解 我们礼拜六 全套的时间密码课程 好 谢谢老师 好 时间密码部分的透露 许多的端倪哦 那么在操作部分 不管是多跟空哦 都有其节奏 还有呢 要留意的一些面向哦 希望听众朋友 有听仔细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明天 何彦老师呢 即将要举办哦 这个时间密码 还有选股的 技术班的课程哦 欢迎听众朋友 务必把握 这个难得的机会哦 02-239-239-88 02-239-239-88 还没有报名的 请把握最后席次的机会 而此外呢 老师有一个 放空学习营的部分哦 也欢迎听众朋友 可以好好的把握 一边跟着操作 一边做学习哦 好 欢迎听众朋友 再回来咯 好的 明天准备要上课了 对不对 我知道资料 非常的用心哦 所以呢 大家呢 真的好好的 跟老师来做学习哦 好 那么接下来 在大盘或者个股部分 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再时间交给老师 好的 我这一次 间隔比较长的时间哦 以前都是一年 开一个班次 那这一次 有两年没上课了 所以在准备资料 补充上面 就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最近这几天 都在公司准备材料 连续几天都准备到 晚上十点才回家 那回家又要看资料 要找功课 做功课 做到半年三点 很累的 真是好累哦 可是我觉得我的辛苦 也是值得的啦 是 因为把最重要的东西 传承给我们的学员 你想学 你来学 我会尽全力的把你教会 你不要想说多复杂多复杂 其实不会啦 因为很多 没什么东西 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当然有很多的 投入的心血 可是我都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 我只要一讲 你们一听就很清楚啊 所以人家说没什么东西 就是很多关键的东西 你没有注意到而已 那我注意到了 那我把它传承给你 交给你 保证把你教到会 那这次的演讲 这次的技术班里面 我们主要分成两个大项 一个项目是在时间密码的部分 时间密码很重要啊 你会计算时间密码 你就会在高点要出现之前 事先知道 在低点要来之前 你也会事先知道 就好像四月份 行情一路跌 美中贸易正式开打 跌到年线 当时很多已经开始看空了 我在四月六号就预告 这里就是转折 年线不会破 果然四月六号就是最低点 警戒开始一路涨 涨了25天 来到11261 当涨到六月七号 来到最高点的时候 我当天也跟大家预告 25天啊 25天到了哦 不要再追高了 赶快卖股票 赶快见好收 你看是不是那天 最高点就是最关键 完了之后 又跌了628点下来 这个就是时间密码 这个就是时间转折 你会计算的人 你能够事先知道 高点的出现时间 你就会逢高卖 你会知道低点的反转时间 你会逢低减便宜 所以很多人都变成 追高 杀低 再追高点反正拼命买股票 到了最低点才在认赔股票 那个就是不会算时间密码的 所以在股票市场 你要长期投资 时间密码你一定要会 那尤其你方向不会错 那我这一次在整个课程里面 像神秘19 这个就很准哦 关键410这一张 你学会之后 每年都可以赚倍数的行情 18大循环 这个很重要 18大循环这个很重要 这个到时候你听完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总统炒股炼金术 为什么总统夫人买股票 操作股票都会赚钱 你为什么不会赚 就是这一套东西你不懂 我教了你之后 你不用当总统夫人 你一样可以操作股票都赚钱 妹妹各个的东西 我来教你 选举行情五部曲 这张很有趣 这张是一套公式 我创了一套公式 每逢到选举 你把这套公式套进去 准确率百分之百 接下来12月要投票了 你来上完这堂课之后 你就知道选前选后 总共四个月的行情 会怎么走 所以学会这套 以后每年选举 就是让你大发力士的时候 那在选股的部分 怎么样用年限来选标股 怎么样用财报来选倍数股 那包含钻石级的倍数股选拔 这个方法找的股票 都会去几个倍 都会涨好几倍 不是一倍而会涨好几倍 那计量图 这是我自创的 超准的东西 把你我的成本跟主力成本 法人成本 全部家总来看 可以看到最清楚的方向 全套课程很精彩 也很充分 想学的 林何彦30年的研究心得 30年的功力 帮你打通任督二脉 所以还没有报名的 赶快利用今天最后的时间 打电话进来报名 台北股市间大涨182点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 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 因为昨天已经破年限收 如果今天没有拉升上来的话 那年限如果崩跌下去 那就不得了了 你看昨天外资又卖了82亿 外资光是这个礼拜 矽缸 因为礼拜五的进出表 我还没看到 光是礼拜到礼拜四 外资卖了1200亿 所以今天如果没有这样 拉回头的话 真的卖押会倾潮而出 所以今天及时拉回头 皆大欢喜 可是皆大欢喜的时候 你不要热昏头 下礼拜有拉高上来 你该买的高票也是要买 该走也是要走 如果整个行情美中的问题 没有落幕的话 那逢高该做放空的 还是要继续做放空 因为我刚跟大家算过 从6月7号下来到现在 25天的时间 刚刚处半而已 才刚过半而已 所以整个空头时间还没有结束 在空头时间没有结束的时候 行情本来就是会起来路 在涨涨跌跌之间成趋势 如果整个多头趋势没结束 随时都会再创新高 空头趋势 空头时间没结束 随时都还会再往下破底 所以这个行情 你们在手中股票多的人 还是要很小心才可以 那我刚刚讲过 有12档 业绩很烂 股价涨很高的 好像就好像我们 三五零十阳明光 今天下期差到一百二十九 阻力一走 我们顺势空下去 一百五 现在已经跌到一百零三了 包含6127的九毫 今天财报要求被公布 一公布马上跌停板 那这个刚才我也介绍过 都是类似账的标的 业绩很烂 股价炒得特别高的 三七零级那支 今天也是拉不起来啊 公司成立以来没有赚过钱 股价这两年这两年勾给 股价从十块钱 炒到接近四十五块 那阻力一走 我们跟着后脚把它空进去 股价从四十一路跌到 我们空四十一路 担到三十三 今天大盘涨了一百八十二点 它也不过才涨七毛钱而已 所以类似这样的标的 我有12档这种股票 空点已经快到了哦 下礼拜是最好的进场时间点 想要学习做放空的 赶快来找零和宴 一回生两回熟 一张两张做话 不会有大树营 可是你可以熟悉 做空的一个手法 当你放空学习会之后 那你就天下无敌了 做多赚钱 行情跌 你也可以放空赚钱 还有什么行情 能够阻挠你赚钱的 那就没有啦 所以放空学习营 打算进来报名 同时礼拜六一起来上课 时间关系访问 今天就到这里了 感谢华兴头顾 林何妍总顾问了 谢谢你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 听众朋友 要报名明天的课程 记得把握最后的机会哦 好 工商服务的电话就是 02239 23988 02239 23988 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亿尽在建设计量 由于是 城派和火炬 来自焦 通过一个 色资料仅供参考